现在三名航天员已经转移到了旁边的三辆一间一旧车上 那么在这车上他可以进行简单的洗漱还有换衣服 那么医生也可以在车里对航天员进行更加细致的检查和健康评估 当然他也会在车上三名航天员可以吃上返回地球后的第一顿饭 那么按照惯例一般会准备一些清淡的容易消化的食物 同时也会有一些个性化的定制食谱 我这里拿到了一份新的食谱 就先说说栋三张璐 他的老家是湖南汉寿的 工作人员给他准备了常德米粉 还有汉寿的玉碧藕 这是一道当地的有名的菜肴 那么栋两航天员邓清明是江西仪皇人 他喜欢吃的是辅州米粉 当然他也还点了一份猪肉大葱的饺子 那么栋邀航天员指定长费俊龙是江苏昆山人 他今天早上的早餐是一碗鸡汤面 但是他特别提了一个要求 就是要加两个煎鸡蛋 还再加上一份青菜 那么我想一份舒适美味的菜肴 也为圆梦称祖的这一次太空之旅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谢谢大家